人口2015年统计大约5.47万 其中就有差不多一万 2013兆 2013兆 213万外国人 然后它的人口构成 就是新加坡 哈喽,大家好 有人进来吗? 有人参与讨论提问吗?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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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还没有人吗? 等着吧 没有人就 我就不讲了 叫什么? 公民 就是有新加坡国籍的 永久居民 这些外国人没通 中国人是74.3% 这就非常高了 然后马来人是13% 13.4% 然后印度人是9.5% 其他的是3.3% 这是他们为什么当年要从马来西亚独立的原因 因为马来西亚是以马来人为独国 这些是一个很多的分级 然后就是 大家肯定看起来 光看起来 数据百分之七度 觉得很多 你看这个图 才33 也不是太多 然后就是他的人口密度 7541人每平方公里 非常高的 然后 叫做宗教信仰 33% 几乎是佛教徒 或者道教徒 这就 这些就代表中国以前 共产党同志部 中国以前的这个 中国人口 信仰比例 当时佛教 道教人数 非常多 但肯定比这个高 因为新加坡 他们经过英国殖民道 他现在那个 基督徒有18% 这中国以前是全都没有什么高的 然后14.3%的 穆斯林 这个就不知道中国是多少 我忘记了 以前我也看不起 可能有两千万做一个 还有那个 百分之一多少 百分之二 百分之二 二 或者多到百分之二 然后还有百分之二 连二的印度教徒 然后还有百分之十六点四的是 或者是 无神的 或者没有宗教信仰的 所以这个有没有宗教信仰 并不是 你看新加坡的人 也没有 因为这些百分之十六 有点四的人 也没有 道德败买 重要的人知道 然后他的 叫做国群 那从他的菲亚特 8月9号 就是1995 在东西 从马来西亚的 所以他们还是认为 这个独立是一个 十八点 所以他们还是认为 所以他们还是认为 这个独立是一个 十八点 好 其实我觉得独立如果 马来西亚不给他们压力 然后让他们辞职的话 那还不应该独立 毕竟独立那一个 他的 老同理来源和他的 叫什么 市场 就是年少 这些 当年是有 反致命第一项 尤其是有 共产党 国际 共产国际的 积极支持 所以大家 先下这个 其实这个 现在放的是 先前的 关于新加坡政治制度的录音 录像 所以大家听到 听到是 旁边的声音 旁边的声音 中国都是联邦制 包括比利时 他们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独立 自治能力 自治权限 你看 邦是主要 军事和外交 都是独立的 然后就是社区 这份社区相当于 共产党 或者是街道社区 这份社区 他们都有自己独立的现场 他们自己的独立 圈圈范围 这些范围 也包含周深 部分社区 这就是居民自治 就是有居民 居民成立的 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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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昨天在 大社国际 他们讲到一个 非常 非常好的一个 他们提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视频 我觉得非常有必要放给大家看一看 昨天在大社国际 他们讲到一个非常 非常好的一个 知道为什么这个网速有这么慢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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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非常短的视频 但是我觉得非常有必要换给大家看一看 切换一下镜头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懂英语的应该都看懂的是什么意思 他就说的这个 叫什么超人并不存在 超级英雄并不存在 这都是只不过是在电影上看到的人 人为制造出来 不好意思我刚才忘记关掉那个直播的声音了 你看这就是各种很笨拙的动作 犯各种错误 所以就是旁边人帮忙什么吹风啊拍照啊 你看周英驰在很多电影中都对这种情况进行了揭露 我觉得周英驰可能前一种也想让中国人醒悟 不要幻想什么特朗普啊什么默克尔啊 什么谁来救你呢 甚至幻想什么神仙 都是见鬼的 你什么见过神仙救过人的 而且这个视频 那个大社国际最后一句话说的是 他前面一句话说的是超级英雄并不存在 然后后面一句话是只有你才有那自由平等尊严 维护我们自己的权益 所以这个就是希望大家就是一定要不要抱有幻想 不管是对别的国家还是什么对某个人 什么千年圣君也好啊什么的各种吹捧的 大家都要注意 今天就这样吧 看看也没什么人来 等一会儿吧 哦 有人来找我看一下 看谁打我,有没有人打我的电话 奇怪,没给我打电话就跑过来了 不知道是谁 今天因为时间拖的比较长 所以就 再没人提问的话 或者参与讨论的话 有人呢 喂,你好 喂,你好,哪位 切换到 切换过来 为什么没有切换成功 可笑 现在切换成功了 喂,你好 怎么没有动静呢 喂,你好 请这位接入的朋友 请 请 方言 你好 喂,你好 喂,你好 我给他发个消息 你好,请发言 我说 我现在是没有切换成功了 继续 就近来的朋友请说话 如果不说话了 我继续放另外一个视频 昨天他们大树国际提到几个视频 我觉得都应该放一放 让大家了解了解 然后有哪些 这有一个 昨天我保存的另外一个视频 竟然被人删掉了 有意思 不知道这个视频 是不是被共产党删掉了 应该还有几个比较好的视频 来看一看 觉得大家值得大家了解学习的 不知道大家看那个 等一会儿我来找找 习近平的视频 泼墨习近平的 是美国的朋友们做的 啊 啊 大家听到了吧 已经听到他这个里面说的什么了 就是我来切换一下镜头 我来切换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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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银头 我来切换一下 我来切换一下 诶,怎么没有显示,奇怪了,再看一看 大家看到没有,他这个房间呢,上面还在一栋建筑物前面,上面还关着 上面还,哦,我知道他们进进出出的干什么,今天我们这有五会,有九会,他们就准备放映去了,他们把那个放映机搬过去了,放映设备搬到五天去了,这估计是共产党在那边的那个什么机构,具体情况是哪儿也不清楚,应该是好像是纽约 那刚才那个朋友也下线的,估计进来试一下,也没说话 看看还有多少分钟,时间也有,还有14分钟 等14分钟结束呢,如果没有人的话,有人还在等我,不知道谁在找我,怎么也没给我打电话,也没给我发信息 批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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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批批批批批批,你好 请说话 有什么要说的吗 发出,请提一下你的宝贵见解 是谁呢 怎么没给我发消息 哎不理解 在德国一般的没有什么 不会什么 没预约就跑来的 也不给我发消息 说他在哪里 或者是谁 等着吧 看看有没有人 没人说今天来 不管了 嗨皮皮鲁你好 有什么话说吗 听不到你的声音 还有这位朋友 新朋友 请问要发言吗 有什么要说的吗 真是奇怪 不知道谁跑来找我 哼 说说一个女的 很奇怪 嗨 说话呀 为什么你们都不说话呢 睡觉睡得太晚了 早上起来头发烂糟糟的 哎呦 这个地方太难看 还有多长时间 看一看 哎呦 喂 你好 说话吗 要说话吗 再切换一下镜头吧 我们的 我们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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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有意思啊,怎么都不说话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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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为什么不说话呢? 嗯 哈喽 哈喽 说话我们就 不说话我们就 这个4084805405朋友 为什么没有说话? 我去看看谁找我 哎呀 奇怪的 哦 都退了 都退了 那我们今天就结束了吧 也没人说话 正好有人有人找我 本来我们的会议是从11点到13点 现在只有15点22分了 结束了 结束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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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